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逐渐增加 大家一定很关心明天天气会怎么变化 我马上从卫星云图带大家来看看各地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云图上你可以看到 今天在台湾附近的云量明显增加了 主要是受到这一大片封面云气影响 因为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的这段时间 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 除了会有短暂阵雨之外 如果有比较强的对流云气一入 还可能会降下大雨或者是雷雨 那么随着封面云气渐渐的往南移动 明天在南部地区 天气也会跟着受到影响 不过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 雨是会渐渐趋缓 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 也好险这波封面云气移动速度比较快 到了明天晚上就会远离我们 从礼拜四开始 各地又会恢复稳定的天气了 所以不过还是要提醒 今天晚上要回家 或是明天一早要出门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另外在气温方面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带你来关心明天各地气温的变化 今天也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在台东的大午地区吹起焚风 飙到接近37度的高温 那么明天气温还会再更热吗 从地面天气图上 你可以看到明天晚上 影响我们的封面系统 会远离我们来到巴士海峡的附近 而且冷高压也会冬移出海 不过白天受到这波微弱冷高压的影响 再加上东北风增强 北部宜兰花莲白天高温会来到27度 感受会比今天舒适许多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明天气温变化并不会太大 白天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0度左右 感受还是有一些些的闷热 另外也因为风力增强的关系 预估各地近海最大浪高 可以来到三公尺 所以提醒要前往海边活动 或者是在海上住业的云民朋友 一定要随时注意风浪上的变化 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接着就带你来看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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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稳定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四 大家外出除了要记得西带雨具之外 今晚到明天各地都要盛访大雨或者是雷雨 尤其山区道路土时寒水量 一增加很可能会有落实或是摊房的情况发生 而且迪娃地区也很容易淹水 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